官方 男嘉宾 你是什么人 好 好 好 泛民的铜牌上刻着泰山十五 看来山盟是以山的名字 作为组织代号了 此泰山十五 很可能是泰山奋斗中的 第十五号成员 好了 下去吧 是 我想到了我想到了 想到什么了 小玉不是说那泛民的身上 有一块铜牌子 牌子上面写着泰山 泰山十五号 你知道啊 我怎么会不知道 你知道怎么不告诉我 害我在这想半天 想什么 想这泰山十五号啊 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不就是个代号吗 我也知道它是代号 可是代号里边 一定有它的意思 这的确是个关键问题 如果我们能够弄清楚 这代号的意思 我们就可以顺堂摸瓜 你说呢 没错 这摸了谁啊 我去看看 谁啊 老铁让我来找郭大侠有提示 你们谁是郭大侠 我有提示要平放 怎么回事 谁啊 我就是 有什么事 老铁让我告诉你 大月之的郡主 可能被人害了 慢着慢着 什么大月之啊 为什么呀 在什么地方被什么人害啊 具体的情况我也不知道 老铁让我告诉郭大侠您 他说您一听就明白了 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哦 对了对了 我想起来了 前两天舅舅说过 大月之王的弟弟来了 好 是张千带来的 说是来和咱们联手 收拾匈奴人 可是 没说过什么郡主啊 好 谢谢你 回去告诉老铁 说我知道了 好 那我这儿就回去了 薛冰 我觉得情况十分危急 我们必须要去见杨晒 小玉 你在家等着 这边很可能还会有什么消息 老铁不来 他那边一定是出了什么情况 准备下来 好 杨大人 郭兄 深夜到访 一定有什么要紧的事吧 好 没有要紧事 我怎么回来麻烦你呢 既然是要紧的事 那就过来慢慢说吧 来 坐 不必客气 我问你 大月之是不是派使者来了京城 是啊 是大月之王的弟弟 跟张千一起来的 据说要把我们大汉 一起抗击匈奴 怎么了 难道他跟我们大汉之间 没有什么条件吗 有条件 什么条件 他想得到我们大汉国的一部棋书 就是江湖上传得沸沸扬扬的 心术和法术两部棋书吗 没错 他们的大王很想得到其中的一部 国兄 怎么 你对棋书也感兴趣 不 我对棋书没什么兴趣 我现在倒想告诉你一件事情 你听完之后一定会大吃一惊的 什么事情会让我大吃一惊啊 大月之的郡主 现在她遇到了麻烦 郡主遇到麻烦了 有人要害她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这消息从哪儿来的 可靠吗 虽然我不清楚这前前后后 具体是怎么回事 但有一点我敢肯定 这消息绝对可靠 你怎么回事啊 其实很简单 只有匈奴人 才会加害大月之的郡主 现在的形势 还是非常严峻的 如果这个大月之的郡主 真的有什么不测的话 有可能会引起双方误会 从而挑起战端 所以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 就是要找到郡主 并且保护她 既然这样 事关紧急一刻都不能耽搁 我马上进过去禀报皇上 安排我手下 部署这件事情 嗯 还有 两位兄弟 请助我一臂之力 一定要确保 大月之郡主的安全 好的 好 姑娘 你是不是饿了 嗯嗯 是没吃饱啊 没吃饱的话 大娘再给你来一碗 不用了 谢谢大娘 对了大娘 请问去长安怎么走啊 什么 你要上山 一个姑娘家上什么山哪 大娘我不是要上山 我是要去长安 就是京城长安 姑娘你要去长安 嗯 说清楚点 这个大娘还是知道的 大娘快说 不过 条条大路通长安 姑娘 你是走大路 还是走小路啊 明白了明白了 小路进便多了 出了这个镇子就往东 然后再翻过一座小山 山不高 年轻的时候 我经常上山去打柴 下了山 就往南直接走 就到了 就到了 嗯 谢谢大娘 我经常上山去打柴 就往南直接走 不谢不谢 不谢不谢 来 这个给你 姑娘啊 干吗给这么多呀 太多了 我也找不开呀 大娘 这钱不用找了 您留这儿去看看眼睛 啊 谢谢你啊 驾 呜 驾 走 这儿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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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上 好一个狡诈的丫头 他们快追 快 快 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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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伤大了 二人 都未来人来了 快点 快快 嗨 都未大人 有没有看见一个西域女子 西域女子 是不是高鼻梁蓝眼睛 身上带股特殊味的女人 少废话 有没有看见 没 没 没有 如果看见了 把它给我扣下 是 都未大人 行 不是西域女子 不对 好像是匈奴人 好像是匈奴人 什么匈奴人 二代 你没发烧吧 没有 没发烧 确实是匈奴人 大概六七个 真的 那快去报告 就去 我这就去 大人 哪有 谁 只要在那里 你叫四个 猪人 也有 咱们 快要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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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看错 他们几个人 六七个 我往那边走了 好 知道了 看没看见什么可疑的人 没看见 都尉大人 派出的人马都到了 有情况吗 没有情况 奇怪了 可是大禹芝传来的消息说 郡主早就进城了 可是到现在 还没有他的踪迹 会不会我们的消息有问题啊 不可能 郭大侠有什么好消息吗 消息是有 但不全是好消息 那你说说看 匈奴人又进城了 我还以为是什么消息呢 这匈奴人进城 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啊 动动脑筋 好好想想 这么说 大月之的郡主 已经安然无恙地进城了 正是 如果郡主遇到什么不测 匈奴人是不会进城的 正因为郡主现在是平安无事 而且正在京城里 所谓匈奴人才会冒险进城的 哦 有道理 有道理 哎呀 我这 那我这脑子真是的 如果这样的话 那这个事情就好办了 好办是好办了 那匈奴人怎么办呀 也好办 我们在找郡主 匈奴人也在找郡主 说得对 我们分头去找 先把大月之的郡主找出来 如果碰到匈奴人 碰到匈奴人 到时候就收拾他们 来 小心点 没问题 菜来了 好 谢谢 姐姐 行行好 赏口饭吃吧 我已经快两斤没吃饭了 来 小东主 来 快坐下 来来来 坐坐坐 我告诉你啊 这些都是你的 吃吧 好吃吗 嗯 慢点吃 慢点吃 别着急 小二 打水来 好 来了 谢谢 你怎么在这儿啊 瞧你这这恶臭 还安人于小姐 出来 喂喂喂 你干吗呢 干什么呀你 我让他坐下来的 去去去 忙你的去啊 是 小姐 来 小兄弟啊 你吃慢点儿 哎 小兄弟啊 你吃慢点儿 这样吃会噎着的 来 喝点水 好吃吗 嗯 小兄弟 怎么样 吃饱了没有啊 嗯 嗯 哦 anderer 喂 小兄弟 你哭什么呀 Taste 我想起了我的同伴 自己的肚子吃饱了 同伴却饿着 哎 那要不要给你的伙伴 带一些包子回去呀 其实他们就在外面 嗯 抓我一下就进来了 这样啊 哎 那不如 你把他们都叫进来吧 谁让你们进来的 来来来 都坐好坐好坐好了 好 大家都坐好啊 不要抢啊 来 坐好 小二 上包子 来吧 来 抢吧 别抢啊 别抢别抢别抢 吃不够的话 我再给你们点啊 大家都别抢啊 一定不要抢啊 好 慢慢吃 慢慢吃 喝点水啊 吃饱了没有啊 吃饱了 姐姐 你这是我们大爱人 请收我给你吧 不用客气 不用客气 姐姐 我们先走了 告辞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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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二 结账 马上来 钱包呢 欲坠 好啊 小兔崽子 喂 喂 站住小兔崽子 喂 姑娘 你还没结账呢 小兔崽子给我站住 站住 给我站住 小兔崽子 站住 站住 你把小兔崽子给我站住 给我站住 傻子人呢 跑啊你这个小家伙 看我不抓到你 出来 出来 我爸不死了 家里就是要我和我妈妈 我没办法再多东西的 看你这小小年纪 就误入歧途 以后长大了 你不要被别人抓到才好 给你 这帮小混蛋要是让我遇上了 非宰了他们不可 你看清楚了 是西域人 对啊 就是西域人 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就一个人 对啊 就是他一个人 要不然也不至于 让那帮小混蛋搞成那样 挺善良的一个女人 怎么就碰上那帮小混蛋了呢 好 我知道了 谢谢 不对 不止一个人 不止一个 你刚才不是说就一个人吗 是啊 我是说 在吃饭的时候就他一个人 在你们刚来之前 那个女的刚走 就来了一个男的 说是他哥哥 也要找那女的 看来匈奴人 已经发醒郡主了 我们走啊 谢谢啊 小玉啊 你现在马上去找杨大人 就说匈奴人 已经发醒郡主了 那你呢 我去找郡主吧 你去找郡主 就准让我跑退 听话 听话 我去找郡主 我去找郡主 你去找郡主 我去找郡主 对 我去找郡主 我看得了 普通 我 你看得了 有多少 姑娘 你这是要荡什么呀 老爹 我想荡这把剑 看看值多少银子 这个剑不能荡 为什么呀 我这可是随身保剑 值很多银子的 在值钱也不行 我们不敢收 这是朝廷的法律 兵器是不可以荡的 你看 我这可是随身保剑 刀枪兵器不当 怎么会有这种法令啊 姑娘 请回吧 再找一找 看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小姐 不是那当铺的老头哄你 你这剑啊 到哪儿都不会有人给你当的 行了 行了 姑娘 你是外地来的吧 你怎么落到 当东西的地步啊 我的钱包被偷了 这可惨了 姑娘家出门在外 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幸好遇到了我 为什么说幸好遇上你啊 我呀 认识这城里一个人 他可以帮你 什么吃的 住的 全部成问题 怎么会有 那么好心的人呢 这世间的好人啊 总是比坏人要多 大妹子 我呀 这就带你去见她 不要 说如这样吧 如果你想帮我的话 就帮我介绍一家好的客栈 我呢还有两个姐妹 她们很快就会过来的 她们来了 我就有银子了 看你这姑娘 看了就是有福之人哪 我要说的那个人哪 就是开店的 她的条件啊 就是全京城 也找不到第二家呀 真的 看你这姑娘 我还能骗你啊 我要是骗你的话 我呀 就不带你去找她了 那好吧 如果条件好的话 你就麻烦你帮我找找 我那两个姐妹 只要你找到她们 我就会给你很多很多的银子 姑娘啊 看你说的什么话呀 我要是帮你啊 大娘啊 我就要帮到底 你有什么困难啊 尽管说 什么银子不银子的 我一个女人家 要那么多银子干什么呀 走吧 赶紧走吧 要不然啊 天一黑 这路啊 就不好走了 快 快点走吧 走走走 走 有消息吗 没有 整个城都翻遍了 连个人眼都看不到 有消息了 国大哥 有消息吗 有人看见郡主 被一个老太太领走了 被一个老太太领走了 你们哪里去了 崔玉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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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是妓院呢 哎 先不管这老太太是什么人 但是我们最起码知道一点 郡主安人无恙 没有什么不良状况 好 张大爷 你看我们要不要先把郡主给接出来 这样吧 你先去看看 消音剧主在不在哪 回头我们碰一下 然后 我们再去找那两位姑娘 你看好不好 嗯 那好吧 我先走了 嗯 哎呀 这什么地方啊 怎么这么热闹啊 哎呦 你真的不知道啊 更热闹的场面 还在后面呢 走走走 来 我们进去 这地方不错吧 我说的吧 姑娘 不怕 我们到里面去 走啊 来 来 来 你看 这里面有多漂亮啊 哎 真是奇怪啊 中原怎么会有这样的地方啊 我怎么从来都没有听说过 哎 进里面看看 走走 嗯 来 她呀就是花大姐 花大姐 你说的就是她吗 就是她 她在长安局目无期 身上的钱包又被爬了 所以呀 我就把她给带到您这儿来了 姑娘我问你 你是哪里人哪 我 我是从西域来的 我说嘛 就是和我们家的姑娘不一样 身上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 好 小姑娘 这模样倒挺标致的 简直可以和我们家的小姐比美 不过这些衣服太土气了些 这身子也单薄了些 小姑娘叫什么名字 我 我叫萧音 这名字可不够撩人 回头啊 我给你取个好听的名字 你手里还拿着长剑 还练过几天功夫 师父是谁呀 我 我是随便练着玩的 练过功夫的姑娘 就更有味道了 赵大娘 今儿你是立了大功了 准备领赏吧 谢谢总管 萧音姑娘 以后啊 这儿就是你的家了 你尽管安心地住下来 要和姐妹们好好地相处 相互照应 知不知道 此次来长安遭遇不断 幸亏老天爷没有绝我之路 让我遇到两位好心的大姐 萧音在此谢过了 你看 这小嘴多甜哪 可不是嘛 以后啊就是一家人了 不用客气啊 来来来 快 带萧音姑娘去沐浴熏香 然后再帮她换一身漂亮的衣裳 是吧 那我去啦 嗯 我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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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去哪儿 去哪儿 我去哪儿 拿去哪儿 我去哪儿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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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来 你喝 你喝 听说这汉人繁文辱节的 没想到在这京都之地 居然还有生过我们西域的 纵情之地 姑娘 来 来 来 姑娘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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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酒 喝酒 来了 来 来 来 多谢这位兄台啊 这一杯呢 我来敬你 好好好 新来的不懂规矩 无万强事 来 来 来 这一杯呢 我就敬各位姐妹们 来 喝 好好 来 真能喝 真能喝啊 来 这杯啊 我今那边的两位兄弟 来 喝啊 来 好 这位妹妹 既然这么有心 咱们就来品品酒 先醉了福叔 对 真能喝 虽然呢 本姑娘姿色 比你眉身几愁 可是在这翠玉楼里 最能喝酒的 就收本姑娘红绿了 红绿姑娘 我呢 是从西域来的 我喝这里的酒啊 就像喝清水一样的 如果我跟你赛酒 那是不公平的 但是如果我不说出来的话 就跟你比赛 那我这不是欺负你了吗 大家都是一家人嘛 这样不公平多不好啊 再说呢 喝酒伤身子 我呢 劝各位兄弟姐妹 不如早点回房休息吧 来来来 都不要再喝了 别喝了 不能再喝了 现在呢 时间也不早了 我劝各位姐姐妹妹哥哥 早点回房歇着吧 尤其是您啊 年岁已高 已经不胜体力了 还是早点回去歇着吧 小妹告辞了 告辞了 年岁已高 不胜体力 早点安歇 老爷 你哪 别理他 他呀 肯定是在哪桌 吃醉酒了 您哪能歇着呀 您不能歇着呀 好好好 来 吃点 喝酒 好舒服啊 我要在这里多待一会儿 你们先退下来 好舒服啊 我要在这里多待一会儿 可是 姑娘 时间已经不早了 你们放心吧 洗完澡 我会去休息的 休息 姑娘洗完澡可不能休息 还要去见客呀 见客 见客干什么呀 我这刚来的 怎么好意思让客人来招呼我呢 这样吧 明天等我醒来以后 我一定会亲自去拜访各位贵客的 西雨来的真是个白痴 她还以为是来享福的呢 走 真是 把她还给美的 她怎么那么腿呀 就是的 真是的 大白痴一个 就是还以为到这儿来享福呢 就是 明天她就知道怎么着了 好 你是什么人 姑娘 你误会了 我 我不是误意的 你这个淫贼 这人敢看本宫 本姑娘洗澡 姚姑娘出什么事了 没事没事 我刚才看到一只大老鼠 现在没有了 你们先出去吧 我穿好衣服就出来 好的 好 算你跑得快 你怎么还在这里呀 姑娘 在下无意得罪 告辞了 罪不可赦 洗了澡换了衣服 就变得更加水了 以后啊 好好地打扮打扮你 一定会成为我们院子里面 头牌的姑娘啊 院子 这里是什么院子啊 什么院子 赵大娘没跟你说吗 没有啊 她只告诉我说你是个好心肠的人 这里不但可以免费地提供吃住 还能帮助有困难的人 不是吗 说得不错 我们这个院子啊 会进来好多好多的男人 他们只要遇到困难啊 就会跑到我们这里来 我们呢 就要帮他们解决困难呢 你是说这里是妓院 不错啊 这里是妓院 这里不仅是妓院 而且是京城最有名最大的妓院 花大姐 你知道我是谁啊 你是谁啊 你不是被爬手爬光了前 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女人吗 我跟你说呀 实话告诉你 这长安街啊 只有我可以收留你 我可以让你吃好穿好 我还可以让你大把大把地赚钱 花大姐 我 你不用说了 你想说什么我都知道 花大姐可是过来人了 烤烟 大姐 我听你的 门口那些客人啊 让我来接 不会吧 这么快就想通了 大姐 你听说过西域有个大月之吗 听说过啊 大月之 小月之 听说就好办了 我实话告诉你吧 其实我就是大月之的郡主 大月之王的亲生女儿 你相信我 你相信我 你是郡主 你没弄错吧 堂堂一个郡主 跑到我们剧院来干吗 你别开玩笑好不好 大姐 有些事情我一时半会说不清楚 不过不管怎么样 你招待我洗澡 又给我换了这身漂亮的衣服 这些恩惠啊 我都记在心里 将来有机会 我愿意十倍百倍地偿还给你 我说萧姑娘啊 你能把真实的身份告诉我 那你就一定有迫不得已的原因 那你需要花大姐我帮你什么忙呢 花大姐 你知道吗 刚才进来的那些客人 全是匈奴人 是吗 匈奴人 嗯 走在前面那个 还是个小王爷呢 是小王爷 对 不过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花大姐 如果你真想帮我的话 就让我来陪他们好了 我有些事情想问他们 那 你有什么事情想问他们呢 问什么我真的不能告诉你 况且现在也说不清楚 不过你只管放心好了 交给你可以呀 不过呢 我也不会打听你们之间的事情 有一点你可要记住 不管是什么人 只要来到我们淬雨楼 就是我们的客人 你一点都不能怠慢 知道了吗 你放心吧 花大姐 我呀 一定把他们伺候得好好的 可是 你行吗 那妓女啊 可有妓女的样子 她们说话走路 跟一般的女人就是不同 你没有经过训练 我真的是很担心你 别弄三两下子 你就露出马脚了 那你现在教我不就行了吗 我很快就会学会的 好好好 小桃红 你过来教姑娘一下 姑娘该怎么走路啊 好啊 不过就光教走路嘛 要不要姐姐把所有的都交给你啊 怎么样 学会了没有 小桃红在教教姑娘 姑娘们是怎么撒娇的 小哥哥 你好壮啊 你知不知道这么长时间没来 我好想你啊 怎么样 学会了没有 做妓女好难啊 我想我是学不会了 就因为你学不会才要学呢 这么说你改变主意了 那匈奴人你就不接了 不不不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 我可以学会的我 小姐 外面怎么回事 外面 听说来了一个西域大约之的什么郡主 大约之的什么郡主 是啊 她说她是郡主 可是我怎么看她都像 还有什么人 还有 还有几个西域人 那个自称是郡主的人 说他们是匈奴人 匈奴人 匈奴人 匈奴人怎么到这里来了 不知道啊 可是一看到那些匈奴人 那个姑娘就主动要求陪他们 怎么一下来这么多人 就告诉花大姐 小心点儿 千万不要出什么乱子 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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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爷 小桃红姑娘到了 这位大爷 对啊 小桃红想您献礼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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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那个叫郭姐的呀 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来 来 我们小王爷也想化干戈为玉帛 想与姑娘见面 依照我们的秘址行事 你是想说我看不懂匈奴文就看不懂你们的秘址是吗 我看不懂匈奴文就看不懂匈奴文就看不懂匈奴文的秘址 熊二声 忘不了你的眼神打开思念的醒孟 听到划开的声音 有多少繁滑青春 做无的知情 缘分各有缘云 因你的花魂 真是何来缘分 爱 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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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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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